土地公庙的大树下石桌边,坐满了民众,每个人都大口大口地吃着泡面。 工作人员补货补到手软,这里是彰化芬原乡139县旁,大竹村的芙蓉宫。 五年前为了造福单车骑士,贴心地准备泡面,让大家填饱肚子在上路。 消息传开后,人越来越多,甚至有游览车满载游客来参乡吃泡面。 庙方说,现在差不多一天要吃掉八百碗的泡面,尤其假日更多,很担心会断炊。 打开仓库,泡面库存只剩一百多箱,其实庙里面的泡面都是香客参拜后捐赠。 让大家免费享用,但爆红之后,香客留下来的泡面根本不够吃。 庙方每个星期得多买好几百箱的泡面,加上其他的开销也很高。 也要请清洁人员,便宿,因为便宿是很重要的。 因为这个店也很小,都差不多万几块。 来吃泡面的民众表示,多少会添一点香油钱,或买泡面来拜拜, 吃平安也跟土地宫结缘。 捐多少,那是个人诚意啊。 吃泡面包在一口,然后你还个夜,吃着也是很棒的啊。 庙方担心会被吃垮,幸好消息传开之后, 宣企民众捐泡面的热潮,有不少人打电话来,要捐泡面,数量达上百箱, 让扶龙宫烧解蓝莓之急。 民事新闻李文华,张华报导。